聊两个方向的话题 一个是疫情管控 现在放的更开了 这是Mr.C亲自按下了松板的这么一个按钮 这跟我们前面的估计很像 我们继续追踪 然后我们再花点时间聊一下金融市场 再恢复 俄罗斯现在从赫尔松撤退 这个应该是营造后面和谈的局面 或者说美国新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中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俄罗斯还是有意去缓和局势的 全球金融市场一方面也受到美联储降息 可能放缓这个种种方面 包括疫情应该说也是潜在的一方面 当然重点还是疫情 我们大约在两个月前说 疫情很可能在三个月之内放开 当时估计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看来的话错了一部分 但不能算全错 节奏算比较准 我们说最迟不能过三到六个月 老用这个词 因为现在国际形势如果一直分下去的话 对人民币的汇率 对中国经济 对于大家的心理情绪 这都是极限的挑战 今天开这个会 我想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习亲自官宣 因为在几天前 国务院开过发布会 我还发了一个头条 我说是不是说 酒不准要严格落实了 但是很多人留言说 早就有酒不准 早就不落实 现在还不落实 你能怎么办呢 那个门口的保安 你天天就跟他吵架 跟他打架去 那现在这个是官宣了 那第二个方向 我想是更加统一 因为这个Mr. 习亲自说了 那现在谁说了算 当然是习先生说了算 那当然这个就 由他亲自来说 这事情好得多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隐含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是真正的主线 就是放开 放得更开 当然他中间会有一些反复 比如他说不能造成 放开跟躺平的误读 那他这么说了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既然分了三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未来要放开的话 这个曲线应该压得比西方更平 西方压这个曲线 就花了大半年 接近一年的时间 就是不能一下子放开 否则的话医院就会爆掉 是这个意思 然后很多可能 这个重度感染人 可能突然间就死亡 大量的这样子 可能这个医疗系统 包括说人的这个情绪 就很容易崩溃 经济也会陷入一个混乱 那这样子 这些年就白疯了 不管说奥密克龙 现在毒性有多低 这肯定是不合适 所以这个的话 是已经把这个压得很低很低了 把放开的这个 他只是这么提一下 但大多数都是 比如说这个密接的密接 现在就不算了 比如说我是密切接触者 我在接触身边的这些人 那么我接触的剩下的那些人 基本上就不被攀为密接了 这样的话 就隔离的人就少了多的多了 要不然的话 那真的是一搞起来 就是整个城市 你只能进过 或者是一大片的拉去隔离了 然后这个7加3改成了5加3 这个也少了两天 然后垄断机制取消了 这里都是一大片 这个高中低风险 现在调为高低风险 三个降为两个档 然后还有这个不得随意静默 长时间不解封 那么就是像这个新疆西藏这样子 一搞60天90天这样子封城 静默是好听的说法 那就是封城 那现在是不允许了 严禁随意静默 这个不允许 那像广州这一次 这5天时间一万里 那按之前我们广州那一听的短片 我就说了 这肯定就是放开了节奏 那都这个样子了 你还不弯弯弯弯弯的封城吗 这个要明显没有以前把得那么死 那你不把那么死 那就没有意义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展开 圈圆核栓 那这样子财政压力也小很多 对经济的压力也能小很多 大家就不要这个精准 精准防控 就强调这些 怎么能说来 就是跟我们之间预计越来越像 现在就是一个压曲线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我们说可能需要 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 因为西方就超过半年 那我们这个要想守住这个成绩的话 应该是要更长时间 那这个一放开 大家受益程度不一样 现在其实大家真正要想的是 又重新归零 重新临起跑线 比如说旅游行业 那这种准放开的情况 你就得摸索清楚了 现在这个趋势 像两三年前 很多人不断的冲入旅游行业 跟这个餐饮业去捡漏 但是都捡了一个麻烦回来 但现在该不该捡 敢不敢捡 用多大力度捡 你捡早了 捡狠了 如果就是往这个确定发现了 那么你就挣大钱了 但是如果说没有那么狠 后面还有反复或者是什么样的 那问题又麻烦了 可能又要亏本 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 大家判断的时候 这个时候 敢不敢真正的出大手 去做事 那除了这方面 旅游各行各业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还是很微光层面的 宏观一点来讲 对全球经济形势 也是有重大影响 对全球金融市场 也有重大影响 对人民币也是有重大支撑的 像今天这个港股上涨了7% 昨天网上期货就涨了很多 就好像是涨了4%5% 这个加权指数能够涨4%5% 是非常重大的利好 当然我想主要部分还不是疫情 因为疫情的问题 我想前一两个星期 应该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有放开的这么一个方向 今天只是更加进一步确立了 特别是对于香港市场 对于现在昨天像纳斯达克也上涨了极大 上涨7% 这个幅度很惊人 我没看到底是创出多长时间的新高 但是难得一见 非常难得一见 像苹果公司涨了8% 特斯拉也涨了7% 这个幅度非常可怕 纳斯达克整体涨了7% 包括阿里巴巴这些中概股 像Bilibili这些都涨得非常厉害 这个腾讯今天也是涨风了 那涨了10% 那这个美股的上涨 包括中概股的上涨 包括港股的上涨 这个其实算起来 严格算起来是真正中美的共同财富 包括上海跟深圳 北京的房子 那美股怎么是中国的财富呢 我想美股相当大 还是跟中国有合作的 我们老说这个苹果跟特斯拉 那其他的很多也是都在中国多少有业务 也这个全球经济也跟中国有密切关系 一百多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像刚才这个疫情放开一点 那么就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那现在这个股市上涨 好像又回到以前的这个中美合作的这个方向 就是很多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大半年的时间里面 往很多方向上演进了很多 很多东西跌了很多 像纳斯达克又快跌穿一万点了 要不是这里一往上涨个七八百点 确实再跌下去就有可能了 那么美联储现在放缓一点 这个局势 其实很多方向在相互配合 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个技术性反弹吧 我想这里最深层次的 就是前面说到的 其实美国现在最肥的这一块肉已经吃完了 在加息这个问题上面 现在就要小心翼翼的摸索 现在做的有一个重大的好处 顺应趋势之外 美股现在还是非常稳健 就是美国的这个日子还是过得挺好的 那这个样子看到其他的经济体 特别是中美以外的经济体 特别是他的那些盟友们那么痛苦 那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晃一晃 那看一下中国这边有没有机会 我想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说 冲着跟中国关系更好 这些方向去展开 我想最关键的还是想要给他盟友输个血 现在日本跟日元欧元包括韩元 都有一个较大程度的反弹 那这个反弹其实也有像德国这样子 自己争取的一个相当部分的一个因素 如果苏尔茨还是那么听了美国的话 我想可能还没有这么快 美国还是会继续使力的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欧乌冲突 现在俄罗斯从赫尔松撤退 这里一撤退之后 这克里米亚半岛就挺危险 这赫尔松的位置其实很重要 就是要守住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地方就必须的拿下来 否则的话除非你有很好的协议 就跟乌克兰谈得很好 俄罗斯这样子做的话 已经是示范出最大的上益了 因为他不可能把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跟克里米亚半岛交出来的 这是之前14年俄罗斯就觉得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现在能够交出来就是这个地方 扎波罗勒河电也不可能 那个州一旦交出来之后 这个站就完全就白打了 因为这里大部分的海洋线就是连起来了 赫尔松就是我相信你不会再来拿我的克里米亚 俄罗斯大概有这么一个意思 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那么俄罗斯这么做其实也是想尽量的缓和局势 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我想他就真的变成代理人战争了 现在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拿中国的无人机 可能潜在的有一些小小的合作 但是绝对不是什么特别大规模的 这里我们看各方的选择 其实都是有一种路径依赖 俄罗斯对于他想要得到的多极化世界 他觉得他自己是其中一级 这个想法仍然还是在的 而且现在也还想往这个方面去努力去靠一靠 美国还是希望股票市场不要跌的太狠 否则的话宪政会更加麻烦的多 我们这边的话疫情还是得缓慢了 放开 但是过去大半年过去几年的事情难道就当没发生吗 美国制裁华为 若是跟乌克兰这么冲突这么发生战争 肯定不是 所以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反弹的时候 想回到以前的生活的时候 只是表面上回去 大家心里的裂痕已经是很深的 那现在往什么方向上走呢 我想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短片说的 看什么品种反弹的快 能够穿越下一轮的减息的周期 或者说减不减息其实也不重要 不减息有一些东西照样能够涨价钱 涨价钱谁的产品 谁的核心志愿能够涨价钱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下一轮的这个斗争 台海这个方向应该说也被压住了 俄罗斯乌克兰这里慢慢的舒缓下来 那么其他的一些地方争夺就会比较明显 像朝鲜半岛这个方向 但是我想最主体的部分 应该还是中美的经济竞争关系 那这里是主要部分 就是俄罗斯央行被没收了几千亿美元 那么后面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操作 那么俄罗斯很多富豪的钱也被没收了 如果加上这个相关的波动的话 这个金额有几十万亿美元 都比如说石油价格 这里肯定是有波动 这个都要算在内 那中美的这个 后面发生经济的这种硬碰硬的局面的话 那么这个波动会更加剧烈的多 那么我想这些可能还会附带一些其他方面的冲突 有这个可能性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疫情放开 实际上是也是不得已而为止了 不能再拖了 那大家都抢着 就是调整了一轮很深之后 我们再回到同一起跑线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我们个人一样 国家也是这样的 同一起跑线 那如果我们还是每天全程静默 说难听点就是封城 那么这里封那里封 肯定没有办法跟美国去抢资源 那最后GDP下滑了 大家心里压力大了 其实是这个潜在的情绪压力 死亡这些其实都不会落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疫情放开 还要考虑这个全球这个因素 所以这个缓慢放开 还真的不仅仅是压低曲线 这个情绪的这个曲线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现在突然间你说要完全解封 我真的是有点守住无措 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也都会有一点 好我们这个短片就聊到这里